水产天敌组合抽到 还堵死了祖母 祖母对你好吗 不好 因为我是树楚 祖母从来都区别对我 本宫只想送你四个字 干得漂亮 其实大家都是有苦衷的 比如我 为了家国仇恨 只能那么做 抛开这些 我平日也是很宠爱小枫的 是啊 把小枫的家人都宠上天 还把她宠成永远十八岁 你是懂宠爱的 进群的都是苦命人 我不过是爱上了沈大哥 顺手滑滑了朱七七的脸而已 我不过是想当皇帝 顺手杀得只剩巨鸣而已 我不过是想当皇后 顺手给好朋友做个头部斟酒而已 一个想当皇帝 一个想当皇后 把歌曲打开 你俩刚好抛一顿 这是喜事 我提议吃顿海鲜宴庆祝一下 我去沙蹦给大家下酒 我去斩鱼尾给大家助行 我去沙娇给大家天才 好家伙 你们别当女反派了 组合出道吧 名字就叫水产天理 弄着干嘛呀 给他们安排摊位啊 一起卖海鲜 谢谢强哥 我们很喜欢 女反派们的歌唱比赛 如何俘获一个男人的心 不择手段那种诱惑他 贱人 你也配跟本宫传同款 你是偏 我们也是偏 大家平起平坐 谁又比谁高贵呢 这招我试过 不管用 他的表情冷漠的像没长情思 你们四个的衣服是批发的吗 怎么一模一样 我曾经喊这么多年 见过这么多色狼 还是第一次见色盲 你都不用浪费钱买等离子电视了 不要跑题了 快帮我想想如何攻略富豪 得不到就杀掉咯 可我怎么记得 是你被花无缺杀了 姚金灵拍了拍江玉燕 并打掉了他的恋爱脑 你疯了 竟然敢拍他 不怕他把群里的人都杀了 拍他就拍他 他要挑日子吗 他要不是恋爱脑 现在就是第二个女皇帝了 就算当了女皇帝又怎样 还不是要参加歌唱比赛 他唱的还挺好看 你是懂夸人的 我呢我呢 我想我再不用流浪 也依旧 你唱的还挺好笑 他们不是去参加比赛的 他们参加的是我和品如的婚礼答谢宴的 林品如加入反派群 爱他就变成他 你是不是眼角也点了客制 是啊 这是我亲手画的 和品如的情侣制 家人们 谁懂啊 磕到了 可惜品如 不在我们的反派群 将一宴邀请石观音加入群聊 谁大半夜拉我进群 我会睡不着 譬如 你来了 大姐 我叫石观音 石女士 最近在忙什么 我在练舞 好像我坐在按摩椅 按摩椅突然启动的样子 你说话给我小心一点 什么档子跟我用一样手势 我个薄蜜 别吵了 作为跳舞不爱好者 我想看看你练舞的成果 见笑了 仿佛在演我的人生 手忙脚乱的 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不会唱跳的韩国人 我不行了 我要退去 没关系啊 我会一爱你 谢谢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想看更多搞笑视频 神仙配音 还在等什么 关注怀秀邦吧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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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